好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这节课开始介绍是城镇道路面层施工 大家注意啊 我们的面层施工呢 它是非为沥青混凝土面层和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 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介绍的是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 关于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 在道路当中 如果担论烤教材的内容 那么沥青混凝土面层一定是烤的最多的 相对而言啊 水泥混凝土面层 那个烤的就应该说是比较少了 所以说对于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 大家一定注意啊 它是按理提烤点 而且烤和教材上内容比较多 我们在介绍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之前 这里边先介绍一些沥青混凝土材料的特性 至于在教材前面啊 很多的沥青的材料啊 比如再生沥青啊等等 我们都没有展开介绍 但是呢 有一些科普性的知识 咱们还是要梳理一下 第一个就是关于沥青的这个分类 说按照材料组成及结构分为连续集配 间断集配 其实这两个呢 你只要知道什么是连续的 间断的呢 也就能知道了 什么叫做连续集配 注意啊 这个沥青里边不是有我们的一些骨料吗 那么这骨料你用一个一套规定的这筛孔的尺寸的标准筛呢 对于某矿物混合料进行筛分的时候 所得到的集配曲线是一顺滑的曲线 具有连续性 也就是相邻我们力竞之间呢 有一定比例关系 注意这句话 这种由小到大个 我们的力竞级别呢 颗粒呢 都有 并且按照质量比例 搭配组成的矿物混合料 就称之为我们连续混合料 这里边不用去记它连续的 说的直白一点的啊 你各种力竞的都有 比如力竞大一点的啊 咱们举例子啊 两公分啊 1.8的 1.7的 1.6的 1.5的都有啊 这就叫连续 那间断呢 就是把这个连续集配 里边抽掉一种两种三种四种的 反正给抽出来几种 就不是连续的了啊 从20的到15的到13的到10的 中间的没有 好 这就叫间断集配 了解一下啊 那么对于后面 我们是力竞呢 就有帮助 知道什么叫连续集配 什么是间断集配 对于整个力竞混凝土材料 是有一些帮助的 按照矿料集配组成 以及孔序率大小分为 密集配 开集配 还有半开集配 这里边啊 你只要知道 什么是开集配 什么是密集配 就可以 什么叫开集配啊 力竞混合料 矿料集配 主要是由粗集料 嵌集组成的 而我们细集料 甜料呢 比较少 矿料呢 相互之间就给拨开了啊 压实之后呢 这个孔序率 是大于 15% 这叫开式力竞混合料 也叫开集配啊 也就是粗的多 细的少 那孔序率 一定比较大 那什么叫密集配啊 密集配是 力竞混合料呢 各种力竞颗粒 集配呢 连续啊 相互 我们千极密实的矿料 与我们力竞结合料 拌合而成 压实后 最主要的 它这个剩余的孔序率 是小于 10%的力竞混合料 一个孔序率 是大于 我们的15% 一个呢 它这个孔序率 是小于10% 你有没有发现在中间 还有一个级别呢 那中间不就半开集配吗 好 孔序率大 是开集配 孔序率比较小 是密集配 10% 15% 不用去记啊 了解一下 好 这个是开集配 密集配 还有半开集配 这里边 咱还是知道一下 这是一个常识性的内容 什么呢 按照工程最大力竞的大小 分为什么特粗式的 工程最大力竞 37.5了 粗力式 中力式 细力式 沙力式 实际啊 它这个数值划分 跟我们平时说的 不太一样 我们常规说的 这种特粗式 其实很少啊 一般粗力式 是什么呢 叫30的 25的 但是人家这里边 说的是什么呢 31.5啊 26.5 但是我们实际啊 都是靠整数啊 3025 这叫什么呢 这叫粗力式 而中力式呢 16就是16的 16毫米 当然还有呢 20的 19呢 一般我们叫20的 16 20的 对于我们细力式呢 叫1013 四十五入了 这是我们经常说的 大家 如果你是在搞工程 你会发现 咱们工程当中的这粒青 跟它这个不一样 但是呢 特粗式跟沙力式 在实际施工中 几乎我们见不到 咱们见到的啊 叫3025 2016 13 10啊 这是真正常见的 什么爱生产工艺 有热瓣的 冷瓣的 还有什么 我们再生的 这个主要是热瓣 理清混合料 咱们的 在整个介绍啊 包括咱们建造的 都是热瓣 理清混合料 考试也是围绕它 进行考核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按照 集配原则构成的 利清混合料 这个结构组成的 通常有以下三种 我们先看前面两种 第一种呢 叫悬浮密实结构 第二种呢 叫骨架空隙结构 大家看啊 这里边 我们这个大的是石子 小的是细料 和一些利清 第一种跟第二种 你去看 明显的是什么呢 我们第一种 叫做石子少 细料利清特别多 像这些石子 相当于悬浮在 我们的这些利清啊 这个当中 所以叫悬浮密实结构 而我们第二种呢 这叫什么呢 骨架空隙结构 这里边明显可以看到 叫石子特别多 利清填料比较少 它呢 是形成一些骨架 那里边呢 有很多的空间 好 而我们第三种 大家注意啊 第三种是 这前面两种的结合 石子依然很多 但是所不一样的 大家一定注意 不一样的是 石子与石子之间 尽管这缝很小 但是它又充满了 这些利清 所以它叫了 我们密实骨架结构啊 那个密实有 这个骨架有 好了 呃 那么是这三种 对于悬浮密实结构 那么自然 我们应该知道 悬浮密实 那么它有较大的 粘距力 利清多嘛 特别粘稠 但是呢 相对而言 石子比较少 所以石子跟石子之间碰不到 所以内摩擦角小 注意一个大 较大的粘距力 但内摩擦角小 一大一小 悬浮密实 悬浮就利清特别多嘛 那么咱们大量的 利清 混合料 都是这种 比如AC类的 AC类的利清 AC型利清 混合料 就是这种的代表 股价空隙呢 注意股价空隙 跟它正好相反 是什么呢 整个内摩擦角较高 但是年距力比较低 一高一低 内摩擦角比较高 年距力低 因为利清少嘛 所以它叫做股价空隙 那么利清碎石混合料 AM和我们OGFC 排水利清混合料 是这种的代表 那么第三个 就是股价密实 股价密实 咱们知道了 由于咱们石子呢 比较多 相互之间欠几 那内摩擦角 比较高 年纪力呢 也比较高 双高 别三高就可以 双高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股价密实 这种当然好 成本也比较高 那么利清 马蒂指 碎石混合料 就是咱们简称的 SMA 就是这种结构的 典型的代表 SMA 当然是最好的 好 下面呢 我们再介绍一下 关于利清混合料的 这主要的类型 不是有热瓣 冷瓣 和温瓣吗 这个下面两种 咱们不用去管 关于热瓣 利清混合料 在整个第一部分 他介绍了 有普通利清混合料 AC的 有改性利清混合料 有利清马蒂指 碎石混合料 有改性利清马蒂指 碎石混合料 有人看到这块 特别晕 尤其是这个 二三四 第一个还好 后边二三四 特别晕 别着急 咱们简单梳理一下 好 第一种 就是普通 我们利清混合料 就是AC的 这种是最多 过去都是这种 马路上一走 都有时候粘脚 那叫什么呢 利清就比较多吗 刚说完 那么这就是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 说是啊 说适用于城市 刺盖路 辅路 人行道 实际过去啊 很多的主路 也是AC类的 当然了 近二十年来 我们这个利清路啊 改进 越来越改进 早前其实都是这种 用的特别多啊 好 这没什么可说的 等级也是最低的啊 要不然你看 就是城市 刺盖路 辅路 人行道啊 这些才能用 没什么可说的 改性 利清 混合料 改性 那我把利清的性能给改了 加东西 加什么呀 加橡胶 加树脂 加高分子 注意一道高分子 这只有正强才能吃到 这高分子 咱们呢 就不要去管了 总之 给加了好些东西 那为什么加了这些 它的性能就改变了 不是咱们研究的方向 总之给利清里边 加了很多橡胶 树脂 橡胶粉 这些填充 那这利清的性能呢 就得到了改善 所以叫改性利清 那么改性利清 混合料 与AC的这种混合料相比 有什么呢 相比 具有 具有肯定是好多好处啊 具有较高的路面 抗流动性 说的太 太文言了 那咱们要是通俗讲 就是高温下 抗车折能力 就是温度高 不至于一压 就压成一道沟了 还有呢 低温下 抗开裂能力 如果利清不是特别好 温度一低 裂了 高了 软了 它这个呢 好 温度高 它不软 不至于形成车折 温度低 也不至于裂 注意啊 还有特点呢 就是 我们较高的耐磨耗能力 和 延长使用寿命 这是它的这个特点 好 对于我们的这个改性 力清混合料 大家希望能够明白 跟我们的配比啊 其实都是差不多 跟我们的普通利清 只不过 把利清的性能 加以改善 加点东西 性能就好了 价格也自然就高了 第三种 叫利清 马蒂纸 碎食混合料 简称SMA 记住这句话 就不会错 这里边SMA是怎么回事 是一种组成 组成形式 是SMA 它也是 利清矿粉 等等啊 然后填充于 我们整个叫 间断 集配的 矿料的 骨架当中 你间断 集配 不就是 整个 骨架 然后你在填充 利清 又让它 觅食嘛 所以说啊 这种形式叫 SMA 当然了 在这种 利清混合料 它的利清呢 随不是改性利清 但是利清用的 不是比较多吗 它只是把这个利清 选用那种叫 真入度比较小的 软化点高的 温度稳定性好的利清 但是这个利清 是改性的吗 不是 这是相对而言 不错的普通的利清 你记住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 它SMA 是一种形式 里边填充的利清 也是不错的 有什么特点呢 真入度小 软化点高 温度稳定性好的 这个利清 至于真入度 软化点 这些知识 我们不在这介绍 它根本不会考到案例 那都是选择题 纯纯粹粹的选择题 我们有很多 是不介绍的 因为跟案例无关 这里边是有相关的 我们说一下 好 那这种路肯定好啊 适用于城市主干道 和城镇快速路 那肯定没问题的 好 大家要注意 第一种普通利清 第二种 把利清 整个配比没变化 结构没变化 把利清 给改良了 性能改变 加东西了 但是还是那个 跟原来一样的 去配比去做 第三种呢 注意啊 利清没有 不是改性的 但是呢 它的整个是 间断集配里边 填充了 很多的利清 这是配比有变化 那么第四种 其实应该是 二和三的组合 啊 这你就能明白了 二和三的组合 首先啊 改性利清 啊 马蒂纸 碎石混合料 是采用的利清 是我们改性利清 这是没问题 利清 注意啊 加树脂 加橡胶 加橡胶粉 反而加了很多的东西 那材料配比呢 采用的SMA的结构形式 也是间断集配 也是让这些利清填充 但是这个利清 是改性的 好了 那这个所有的优点 改性利清的优点啊 我们整个SMA的这个优点 相对而言全在它这 有所体现 那掌握到这就可以了 记住这种路 价格高啊 所有的好事啊 都有了 什么具有非常好的 高温的抗车折 低温抗变形 和我们的水稳性啊 构造深度大 抗滑性能好 耐老化性能 耐久性 全是优点 因为什么呢 你价格也最高啊 好了 掌握到这就可以 我们熟悉一下啊 其实热板利清混合料 AC类的 使用性能 也是最差的 但是它生产成本 也是最低的便宜 而我们改性的这个SMA 改性利清 SMA这种形式 使用性能 绝对是最高的 但是生产成本 也绝对是最高的 至于我们的SMA 跟改性利清 啊 这改性的啊 这个AC类 就是改性利清 和SMA这形式 关于你的改性利清 啊 跟我们SMA 它的生产成本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但是相对而言 这两个对比啊 呃 相对而言 SMA 啊 它这种形式 相对而言 使用性能 比单纯的把利清 啊 作为一个改性利清啊 要好一些 好了 大体上了解到这种程度 就足够了 呃 这里边你能清楚的梳理开 好了 这些对我们后边的 整个利清混凝土道路的施工 还是有一些帮助 所以我们在这儿 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之后 咱们开始进行 整个利清混合料面层施工技术 首先利清混合料面层的施工技术 重点介绍 热办利清混合料路面施工工艺 包括什么呢 利清混合料的运输 摊铺 利清 这个路面的压迟成型 接缝开放交通 这些内容 考试也是围绕这些在考核 施工过程 也是办合运输 摊铺 碱压 这里边也就别养护了 最后是开放交通 还有个接缝 是真正的重点内容 当然在我们介绍当中 还有一些检验的知识 第一个 就是施工准备 他介绍了我们透层 粘层和封层 在道路这刚开始 咱们就介绍过 透层 粘层 封层 都属于什么呀 透层 粘层和封层 都属于面层的 都属于利清混凝土 面层的 好 那么透层油 它是为了使利清混合料面层 与什么呢 这里边注意啊 与非利清材料的基层 结合良好 假如我的基层啊 就是我们利清碎石的基层 那这个时候 你不用透层 你也透不下去 那个时候用粘层 但是呢 如果说啊 如果说 你是咱们的下边基层 水泥土的 石灰土的 石灰粉 煤灰稳定 粒料水泥稳定 碎石 这种非利清的 那么 你一定要用的是 透层油 将来 是渗透到 这种半刚性基层当中 一部分 上面呢 给我们铺装的 这个面层利清 它结合在一起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 我们所说的 利清乳液透层 利清混合料 面层摊木前 应在基层表面 拍撒这种啊 透层油 它能够渗透到基层一部分 大家注意啊 就下边这一段话 我们后面单独的在稍作解释啊 咱们先看 这就是利清乳液这个透层油 通过这里边可以看 它是渗透到基层当中一部分 形成一个过渡层 你比如说石灰粉煤灰稳定最实的 那么如果在摊铺之前 你撒一些这个我们的乳化利清 然后这乳化利清 注意刚开始是 它是比较粘稠 但是呢 我加水加压啊 然后呢 它就特别的稀流通性非常好 这个时候 往整个基层表面一拍撒 它慢慢慢慢会有一部分渗透到基层 这个时候啊 渗进去的这个不是水 它是乳化利清跟水的整个结合的一个整体 将来水分蒸发 这个专用名词称之为破乳 它又变成比较粘稠了 那上面在铺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上面利清 在下面有一个扎根啊 这一个情况 基层上面要配撒叫利清乳液的透层油 是相当于啊 扎根的一个阶段 有人说达不到这个效果 我们都是啊 头天就 第二天铺 头天晚上啊 九点才撒完 第二天五点就来 摊铺啊 这个呢 的确起不到什么效果 好 当然了 我在拍撒完 利清乳液透层油 如果上面 比如说我得走车呀 你最起码摊铺机啊 我的运料车要在这上面走 那你就想这轮胎啊 这个履带啊 这工人走的鞋底不都粘走了吗 怎么办呢 撒嵌丁料 就是碎石销啊 即碎石啊 一定利净啊 每平米撒多少 这个你可以看我们道路施工的图纸 前面有这个相关的说明 好 这样呢 他是薄薄的隔离 你是车走在上面 他不至于沾 但是呢 一定利清跟下面还有结合 啊 这个说的北方的话 直白的说 叫花花哒哒的洒开啊 直接能看到下面啊 但是呢 踩上去 车走上去 但是呢 他又有一个隔离啊 起到这个作用 好 那么我们再解释这段话 这段话呢 是2021年教材 从规范当中新搬过来的 呃 不好理解 他是说 他用于石灰稳定土类 或者水泥稳定土类基层的透层油 已紧接在我们基层碾压成型后 表面稍变的干燥 但尚未硬化的情况下 啊 就开始呸洒了 洒布的这个呃 透层油之后呢 应该封闭交通 透层油 洒布后的养护时间 应该根据我们透层油的品种和气候条件 由实验确定 呃 沥清 我们液体中的沥清中的这个稀释剂啊 全部挥发 或者乳化沥清水分蒸发后 应该及时铺住我们沥清回合料面层 这个地方呢就好多不好理解 咱们看啊 为什么他提出这两种呢 注意啊 呃 他并没有提石灰粉媒灰类的呢 因为我们规范当中啊 C勾勾1-2008 这个7.2.9 这里边石灰土的养护 人家这说了 石灰土碾压成活后 可用采用什么呢 喷洒沥清啊 透层油啊 进行养护 直接用这个透层油进行养护 所以才提出来 那水泥稳定土呢 本规范7.5.9 水泥稳定土的养护 基层以洒水养护 正常也是洒水 保持湿润 当你要采用乳化沥清养护的时候 在表面洒布 适量的石灰 也就是说啊 它是可以用这种透层油 给它进行养护的啊 呃 这里边不是说 我必须这么做 它是可以啊 注意可以用 采用这种喷洒沥清 透层油养护 不是必须 当你在用它进行养护的时候 当然你就得 比如烧变干燥 没有完全硬化 这个时候进行养护 那么后面是关于年层 大家记住啊 如果说案例题考试考点 不是在透层 而是年层 并且在2016年二件考试 也考的年层油 在既有结构和我们的路源石啊 检查井啊 这些构筑与沥清混合料的整个连接面 应该拍撒 年层油 注意在这里边 在什么呢 既有的结构 还有什么呢 路源石 还有什么呢 检查井 这些构筑与沥清混合料层连接面 应该配撒年层油 好 为了加强 我们路面 沥清之间 沥清层与水泥混凝土 路面之间的粘接 而撒布沥清 材料的薄层 也就是说啊 第一个 沥清与沥清之间 比如我下面这下层沥清 上面要铺上层沥清的时候 首先啊 给清理干净 撒年层油 这不就结合成一个整体了吗 当然除此之外啊 除此之外呢 如果白加黑 你在水泥混凝土面层上铺沥清 也要撒这个年层油 还有吗 当然有 你比如说我们路源时与沥清接触的 我们的检查井的侧边 我们的鱼水口的侧面 这些都要与沥清接触吧 这些位置都要拍撒 或涂刷年层油 好 注意啊 年层油呢 撒布在摊铺面层 当天撒布 如果是夜间呢 那你就夜间当夜撒布 比如说 2019年 当时这个年层油 它是夜间 那你就当夜给撒布吧 不能时间太长了 好了 这个是整个年层油的施工 看一看啊 透层 两种溶液 相互有部分渗透 年层油 两种溶液 油 明显的处和汉界 啊 这得搞清楚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关于封层 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 我们不是说面层下面必须做个下封层 面层做完了再来个上封层 有人说 我做了好多年路 我也没做过下封层上封层 这怎么来的 呃 大家注意啊 它随说铺住在面层表面叫上封层 铺住在面层以下面的称之为下封层 什么时候做上封层 你铺完沥青混凝土面层 不管什么路 它不会让你做上封层 但是 如果是道路使用若干年之后 需要进行修理修补 这个时候 有一种叫西江照面 那个照面 其实就是上封层 有的时候 层铺撒些石销 好 那下封层不是针对 我们整个面层厘清的 什么呢 它是针对基层上面 比如说我们这基层做完 不铺面层 但是呢 我又必须要在这用这个路 开放交通 时间紧 任务重 不用 不行 那怎么办呢 我得养护啊 说别养护了 你这个时候 你可以用西江封层 整个啊 把这个下封层 给整个基层 给罩住 当然罩住之后呢 撒一层石销 形成一个特别薄的面层 你上面该走走 但是下边呢 依然是属于 养护状态 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下封层 基本上是这样啊 后边这个呢 第四呢 他介绍这个封层 说你采用什么 这里边少个字啊 看规范中是有的 这叫下封层 下封层 以采用我们的层出法表面处置 或者呢 西江封层法进行施工 而且啊 一定要知道 这个不管是我们的透层 沿层 封层 这个气温在10度以下 风力大于5级以下时 5级以上的时候呢 不应进行我们的透层 沿层 封层 刮大风 温度太低 这个时候尽量别做 好了 这就是关于道路的透层 沿层 封层 这是我们的看真正的啊 下封层进行施工 整个道路的一层做完 要开放交通 然后呢 要做一个下封层 下封层呢 之后呢 要撒嵌丁料 还要进行碾压 碾压一个薄薄的面层 你上面就可以走车 但是下面该养护 还处于养护 而我们上封层呢 就是路面 你看能够看得出来啊 这个我们的线 画线还在这 这个呢 西江照面 这个呢 就是上封层 关于透层 年层 封层 施工 在这里边 我们要注意 考试会有一个延伸考点 什么呢 就是透层啊 年层 封层的施工 披萨或涂刷的要求 披萨 涂刷 在哪儿披萨 下面这层 啊 那么在这儿 披萨的时候 你下层层 是不是得保证它干燥 得保证洁净 所谓的干净 其实是分开说的 干燥洁净 干燥洁净 就不能有水吧 无水次杂物 啊 这其实废话 干燥洁净 啊 无水次杂物 披萨的时候 应该做到叫 薄而均匀 无急剧流淌 哎 大家有没有发现 说话呢 你看薄而均匀 怎么还能急剧流淌 但是一个叫正着说 一个叫反着说 但是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规范就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点 注意啊 这个可是一个通用的点 沥清乳液透层粘层 它不都是液体吗 尽管粘稠 但是还是液体 这个是说的什么呢 所有的液体类 拍撒或涂刷的通用要求 你比如我们管道要做防腐刷防御漆 是不是那钢管的表面 你得整个让它保证干燥 别有铁锈啊 油污 也别有水字吧 你拍撒的时候 或者说涂刷的时候 是不是薄而均匀 无急剧流淌 比如你的整个磨板 要刷隔离剂 磨板表面是不是干燥洁净 你磨板的隔离剂 也是薄而均匀 无急剧流淌 你的桥梁如果做涂料防水 是不是也一样 记住这句话 所有的液体类 拍撒或涂刷 都是符合这个要求 这就是咱们学一个支点 一定要先归纳总结 再做拓展延伸 那考试考到了管道防腐漆 桥梁涂料防水 磨板刷隔离剂 包括沥青乳液透层盐层油 不都是一个系列吗 好 我们看一下2016年 当时二件考试的这个题目 二件考试的这个题目呢 一个道路工程 包括呢 在原有机动车道上 加铺厚50毫米的改性 沥青混合料的上面层 那么同时编制了 各施工阶段的技术方案 内容有 内容都有什么呢 原机动车道上 加铺改性厘清的施工 安排在两侧非机动车道 施工并完成导入社会交通后 政府分段施工 后边 加铺前 对我们旧的机动车道的面层呢 进行洗爆 好了 洗爆了 裂缝处理了 井盖高度也提升了 因为什么呢 你要加铺嘛 你洗掉一两公分 铺五公分 那井盖呢 得跟未来的这车辆的面是一样的 井盖高度的提升 还有清扫 洒 派洒或涂刷 盐层油等准备工作 直接问你 加铺改性厘清面层施工的时候 应在哪些部位喷洒或涂刷 盐层油 在哪些部位喷洒涂刷呢 通过这里边 咱们就可以知道了 在这里边最明显的一个叫井盖高度提升 那这井盖的这高度的井盖升起来 这侧边是不是得喷洒涂刷 那道路是不是得有鱼水口 鱼水口的那个鱼水壁子侧面 路源时与涂清接触的 其实咱们教材上现在是有了 原来没有 但是这是常识吧 还有洗爆完的涂清的面 那涂清混凝土结成位置 这些都要进行喷洒涂刷 好了 关于这个透层油 粘层油的内容 其实二件考的比我们一件多 你比如2017年 他也考过 给你个图 问你结构壁的名称是什么 注意啊 这里边是桥梁的这个桥面 桥面呢 上面有10公分的钢筋混凝土整平层 然后做的防水 防水上面结构B 然后呢 50毫米的中立式涤清混凝土 AC20的 你看AC13的 对吗 好 还有40毫米厚的涤清混 系列式涤清混凝土 那么涤清混凝土 涤清混凝土之间是什么 有些说这个应该是你能曾有 但是B怎么在我们的涤清和防水 对呀 你难道还要在防水这透下去吗 渗透不下去 那这个时候也是什么呀 沿层油 因为防水它渗不下去 那么防水上面沿层油 层间也是沿层油 好 这个当时考试考一个图形 2019年啊 2019年我们这考试 好 一个道路啊 某公司修建1.2公里的道路 那么相框道路为我们涤清混凝土 主要施工内容包括 对旧的涤清混凝土路面沉县 破碎部位进行了处理 对旧的涤清混凝土路面 洗爆拉毛后铺 40毫米厚的AC 13的涤清混凝土面层 大家一定看 跟我们的那个上面不是特别一样啊 然后交通部门呢 批准的交通导行的方案要求 施工时间是夜间22点 至45点半不断路施工 为了加快施工进度 保证每日在五点半前恢复交通 项目部 你提前一天采取机械撒布 辱化涤清 你这提前一天撒布 为第二天我们涤清面层摊铺 创造条件 是不是 你这个是什么呢 那个就是旧路给他整个洗包加铺 那这个位置是什么 是粘层油 粘层油不是人家当天撒布吗 当然这里边除了这一个知识点 还有一个他用量 用量是多少呢 是0.8升每平米 这个数呢也不对 但是我们可以不知道 因为这个知识点教材中 第一是没有的 教材当中没有 这种教材中没有 考的比较细 尤其这种数字的 而且还不好分析的 太难了 所以这两个点 你最起码得知道 项目部应在面层施工 当天撒布 年层油 这个是必须要清楚的 至于撒布量 人家呢 要求真正的是 0.3到0.6 这个不好答出来 如果没有见过的 总以为正常的 是不是你这撒少了 得往多了想 结果呢 这个恰恰它不是多 这里边 规律性不强 所以这种题 有人说那怎么办 不用担心 我们真正的是160分 考他的60% 70%就够 是允许有一些题 没有办法的 你就给他放掉 我们考试 不可避免的 会有这样的题 那会有这样的题 就放着他 别着急啊 真正的不做道路的 甚至做道路的 又有谁能够清楚这些 一定要注意 考试当中 这种题 特殊的 另类的 靠着能力不好 得到这个分值的 毕竟是少数 毕竟是极少数 让我注意 都满意 自己发生的 往这边 不是 因为 感谢观看